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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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发誌、各位同学请坐。 请大家跟我一起归以散步 阿世利传念 我弟子妙音 此从今日乃之命传 归以佛陀 两足重转 归以弹魔 流浴重转 归以真企 注重重转 阿世利传念 我弟子妙音 此从今日乃之命传 归以佛陀 两足重转 归以弹魔 流浴重转 归以真企 注重重转 阿世利传念 我弟子妙音 此从今日乃之命传 归以佛陀 两足重转 归以弹魔 流浴重转 归以真企 注重重转 请看大经过注 第770页 倒数的第三页 最后不具答 大远镜 最后不具答 大远镜 知从门这条 古INT 之差 不贵他 四重转 如二八白 黄三明 説于大成教 黄三明 第八色,至于如来为大圆镜字。 四字就是白色, 确误了就叫做四字, 迷的时候叫做白色, 白色跟四字是一体, 一体的两面, 一个是角,一个是迷, 角了是诸法如来, 迷了是六道凡夫。 凡夫和如来都是假名, 就是迷误不同的称呼, 实际是一体, 白色,阿拉耶, 角了是大圆镜字。 大圆镜是比喻, 其体清净, 其智清净, 智体清净, 大圆镜字的本体, 在我们这个经题上, 清净平等。 离有漏集染之法。 有漏,漏是凡六代名字。 有漏是六道凡夫。 六道里面的众生, 乘念多, 乙乎重。 实际上, 习念跟乙乎也不是真的。 迷了的时候, 有觉悟之后, 它就不见了。 所以觉悟了, 转阿拉耶去大圆镜, 转末拿为平等性。 转帝陆意识为妙观察。 转全五识为性所作。 大圣镜里面跟我们说, 转识成智。 六、七, 人上转。 五、八,果上转。 换句话来说, 我们要转识成智。 从哪里下手呢? 从第六、第七下手。 第七是执弱。 第六就是分别。 换句话来说, 正正修行, 六根在六层境界里面, 要学不执着, 不分别。 不执着就是转末拿去正正平等。 最为转也许定的观察。 选择第六是空农观察。 空农观察。 Shift达在哪里呢? 没有分别执着的观察, 叫作空农观察。 ah, 观察中有分别执着的观察。 谢不瞄达了。 为什麽呢?迷了 分别执着是迷惑、烦恼 就是这里所说的习严 第六分别是习严 第七是掩污 执着就是掩污 真正功夫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六根结束六尘境界 这个时候 是你用功的时候 所以要提得起观照 观是看法 怎麽是看法呢? 习惯所有相皆知虚妄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炮影 金刚经跟中国人有特殊的缘分 是否过去很多很多人不是学法的 如跟道一般大众都喜欢金刚经的 金刚定文字简洁 在日常生活当中 时时刻刻 提醒自己的观照 确实能起很大的作用 它的作用 你看到人事物的真相 你便不再计划了 不再执着 那便是功德 为什麽? 凡所有相皆知虚妄 不是真的 你计划来做什麽? 一计划 journal 她被划 entreprises 就成就了 给了 孙� AND 医院 结合 通認采 八一善的念头,八一善的行为,就是沙漠倒。 我们在六道里面,无量劫,生生世世,出不了去。 遇到了佛法,不懂得修行,还是出不了去。 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修正过来,更接触六层境界,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 这样叫修行。 这是行门。 解门,隔离形式,知实真相。 行门,隔离方下,万怨。 合起来,就是看破方下。 能够看破? 就能够放下了。 一旦能够放下,便真的看破了。 妄想,没有了。 分别执着,没有了。 这个时候,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还是起心,起作用。 起什么作用呢? 自卫。 来自卫。 甚至卫。 吾生。 烦恼。 甚至卫是自受勇。 明瞄、劏达。 朱法、实相。 自受勇。 教化众生。 又自卫。 又方便。 叫做善考方便。 下方便。 自众生自恶之业宝。 驭言。 虽然闌得之境界。 和冷却转。 白色一转,变成四字。 从战恶热报中显现出万德万能 如大圆镜 用大圆镜来做比喻 叫大圆镜字 深地观经 地卷港南转二属色 二属色就是亚赖瑞色 为何称为二属呢 又孕又过 导致植物传害化后结果 因遇到完结果就现前 没有遇到完结果 因没有失去遇到的 因就是种子 叫做亚赖瑞色里面的种子 色呢? 不是物质现长 种子也不是物质现长 它真的有 没有 究竟是怎样呢? 它是没有形状 它真的存在 而且不会失去的 那里面的种子 无量无边 无有窮准 它缘现长 就是那一件钱 知法如来 跟一切众生 减应道交 这些是什么呢? 还是亚赖瑞色里面的种子 亦是自然现象 亦是自然现象 花以如是 本来就是这样 这是事实的真相 黑此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大圆镜字 转了 转色成字 如大圆镜 然珠色长 如是如来 镜字之中 这个镜字就是大圆镜字 大圆镜字就是智星的圆满智慧 化炎镜上所说的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 就是这个 智慧能照见 能言众生 诛善恶业 以示恩如名为大圆镜字 遍法界 虚空界 一切众生 喜三动猎 言语造作 大圆镜中 通通照见 再说 佛与法身菩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就是大圆镜字 无所不能 是妙观察子 平等圣子 圣所作字 没有障碍 它是没有障碍的 尚能 作字 无隘根深 这个无隘根深是发生 无隘根深 无烦恼,无集气 亦是说,无起心动念 一切功德,无量无边的功德 就是得能跟上好,为所医治 愿意愿,他就能够延 能生万法 是所生一切万法的以求意志 以以哲学的名词来说,就是本体 本体是阿拉耶识,是大圆镜字 在如来的份上说,大圆镜字 在凡夫就是阿拉耶识 阿拉耶识,根身,功德 这个凡夫就不叫功德 叫做叶杂种子 凡夫所医的是米 于法如来化身大事 所医治的就是角 角、米不一样 这一定要搞清楚 要认真做 要认真学佛 真的得到受用 大圆镜字 做事大德,事事交人 借假收贞 人、人、人、事物都是假的 在这个假的里面 学不掩着 叫真修行 不掩着就是真如法性 所言的一切法 是贤、是恶 是掩、是静 全部是三掩 三掩 现实法解 深觉不掩 清淨平等 现实法解 现实暴徒 三掩 掩得很轻的 轻重 轻重 如何来分 执着来分 执着来分 执着里面确实有轻重 非常执着 这便重了 有些执着很随便 执着很随便 原来说它没有执着 执着不严重 那便轻重了 四川法界四个等级 轻的在上面 重的在下面 阿罗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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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便了 这便是真正做功夫 阿罗安重 阿罗安重 六道凡夫 是一切业果 所以似 为何会有六道呢 为何会有十法界呢 去变革 了 厌老 这一句 波容这麽丰富 啊! 山泰 貿易大师在要解里面 跟我们讲出来了 经常所讲的10万亿图 没有肖语厌持一念深圣 三圣大意无爱小意无奈 这就是对一个用真心的人来说 10万亿图不远的 就在眼前 对有分别执着的人来说非常遥远 令他丧失信心 接着都要搞清楚明白 大师 举镜来做比喻 一面镜 外面镜 境界全部照在镜当中 从近到远 都在里面 境界里面有远近 镜里面就没有远近 远近摆平了 层次幻研 看得很清楚 实实在在是无远近的 一照俱料 基务先后 即以上照 继续世界 无空间为止 换句话来说 这个世界 因为你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所以原出来的境界是无远近 无线后 线后是时间 远近就是空间 空间跟时间 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在大乘法里面 佛在大乘法里面 三千年前就说得很清楚了 时间空间在佛法里面是怎样去解释呢 佛法里面 时间空间不是心法 不是心所法 亦都不是色法 它是不相应行法 就是它不跟心相应的 不跟心所相应的 不跟色相应的 不跟心所相应的 就是它跟念头没有关系 我们讲心法 跟心法没有关系 不跟色法相应的 就是不跟物质相应的 它不是物质 它也不是精神 所以叫做不相应 所以叫做不相应 有现在的说法来说 叫做抽象的概念 是一个抽象概念 不能够说是没有这件事的 只是有 它完全是假的 是从抽象概念里面生出来的 是真的 是从抽象概念里面生出来的 是真的 是从抽象概念里面生出来的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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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讲新画时间空间 都是假的 现在科学 也是这样的说法 和讲新画时间空间 明明这个道理 阿弥陀佛的西方异乐世界 亦如此 是从 弥陀 大慈悲 原心 远远的,极乐世界是这样的。 阿弥陀佛的原心跟我们的原心有关系, 因为我们跟佛是一体。 我们的贪嗔之谎, 跟一切众生的贪嗔之谎有关系, 我们阿拉耶就一体。 所以,美国修南博士, 能够将别人五致六腑里面的病毒细胞, 冠想成为自己的身体, 将它清理干净, 对方病就好了。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阿拉耶就是一体。 如果不是一体, 就不会有这种可能发生了, 它是一体。 所以,修南博士就以万物与我们一体, 去进入这个境界。 我们虽然知道, 但是没有进入, 没有在这里下功夫, 没有进入, 它进入了。 进入了,它能够与人治病了, 我们是没有进入就没有这种能力了。 那如何做呢? 修呢? 就是练了。 试试练了。 这种能量就可以现成了。 练了。 林峰就是有奕大师, 赞叹经文! 这种说话, 字字皆海印三味, 亚原镜字之灵敏。 我们将它搞清楚, 搞明白了。 那便应该知道,经文上有一句 多可签五字姓,不在多 签五字姓是大乘,受学最后的目标就是大乘、大乘、大乘、三、建成 签五字姓不在多,在征、在一 无论是什麽经,无论是什麽方法,原理就是一个 人们深入,相识分收,就对了 三心两意,搞很多法门 能够不操心吗?能够不生烦恼吗? 能够不操心呢?是定力,是三美 能够不生烦恼,是自卫 我们定位功夫不够,就不能够搞这个 真的有定位,可以,不是不行 所以中国古人有所谓,办大事要大定位 办小事要小定位,没有定位不能够办事 他办事没有说不犯过失的 这个道理要懂,现在的人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们看底下这一段 这是黄念老的说话,以上三种解释 连池大师的,优契大师,优契大师,优契大师 他们的三种解释 甘既契大师,优契大师,优契大师 江明藏中之以流出者也。 但是江明藏是什麽呢? 我们参考资料里面有简单的解释。 江明藏 江明折虎虎也。 虎虎就是仓虎。 这里里面收藏什麽呢?收藏的江明。 这是比喻。 虎是比喻自称。 自称里面本有无量智慧光明。 自逆境 这卷 如来信者 即是无量光明之状。 如来的发生 我们现在 静岛中的展示里面 正是作 是 上直江 四土 上直江土 上直江土 就是大光明藏 上直江土就是如来发生 天守托洛罗尼经 里面说了 当之其人 值时光明了 一切如来 光明所照顾 这是什麽呢? 修观音菩萨法门 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其人呢 这个人就是观世音菩萨 就是光明藏 一切如来 光明所照顾 一切如来的智慧 都照见他 融入 上直江 我们要知道 我们念佛 后生静土 真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最后的目标 就是融入 上直江 好似我们的灯一样 我们的房间有十几眼灯 我们的灯一放光 跟它的光融不在一起 야 我的身 就是一切诸佛如来的身 一切诸佛如来的身 就是我的身 就是分不开的 换句话来说,一切诸法如来的智慧就是自己的智慧 一切诸法如来的共德就是自己的功德 你只要一入这种境界,全部都是 未有入这种境界,如来共德加持你,是不圆满的 入这种境界,大圆满 跟诸法如来一体,没有分别 只得究竟圆满 所以圆满老说,正是从大光明状中自然流出者 害自他不宜 自是自己,他就是阿弥陀佛 自他不宜 从理上说 从法身上说 自他本然从事上说 理上真的是自他不宜 现在自他不宜 不一样 我们住在地球上 阿弥陀佛住在极乐世界 不一样 什么原因呢 你上说 你上说 看上说 就是一 自上说 因果上说 就不一样 他是角 我们是米 迷就不一样 他没有迷 我有迷 他有角 我就没有角 事上就不一样 下面说 因自他不宜 故内认之法 即是自心之法 因自他不宜 故内认之法 因自他不宜 明白这个道理 应该 推辞向他 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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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自他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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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自他不宜 福音自他不宜 满然自然南中佛映 往生极乐之时 是理于勇 自在无害 丹难仰信 获益无量 这是经上所说的 信心不逆 我们对这些事有坚定信心 对经上自自俱俱 无怀疑 为何呢? 佛经上自自俱俱 是从智晋真诚心中流出来的 我们是凡夫 念头 言语 是从去网 阿爷识里面流出来的 不一样 他们的事是真的 真理 真然 我们是假的 学人家的不是自己 要不需要学呢?要学 为何呢? 试词学 时间久了 慢慢将自己自性里面的真诚引出来 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跟佛接触 我们不跟佛接触 我们自性真诚心就出不了你了 我们是时时会迷的 你看 有人事物里面 日日正学的眼睛 树起的耳朵就迷了 每次跟佛学插 这些就有警觉醒 我接触 过去迷了 现在学不迷了 如何呢? 过去我会有分别 我有执着 现在我便不分别 我就不执着了 不分别还是分别 不执着还是执着 比从前轻一点 以前是严重 然后轻了 轻了自己就有感觉 为什么 你过去有一些智慧 过去就没有智慧 然后有一些智慧 要继续努力 不断努力 第一 我们要争取皇生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第二步 到极乐世界 我们再争取 融入长浙江 这是真正的大圆门 所以对于佛经能够 仰是敬仰 仰望 抬起头来望 恭敬了 仰讯 获得的利益 没有良 没有变 我们来看看世间人 现在这种人很多 你跟他说 现在是什么时代 科学时代 你怎么还搞这些迷信 科学没有发现极乐世界 或者 西村这句说话 就是对科学家说的 极乐世界距离我们 十万亿佛国土 没有 现在科学技术是达不到 科学技术还没有办法超过银河系 一个佛国土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十万亿佛国土就是一个大千亿佛国土 哪里是极乐世界 十万亿佛国土是一个大千亿佛国土 哪里是极乐世界 十万亿佛国土是一个大千亿佛国 科学家知道,太阳是为火球 它里面的能源消耗,会消耗尽的 会消耗尽的,消耗尽就不亮了 太阳是瓦解 大约到太阳是整个瓦解,科学家还未发现《极乐世界》 宇宙太阳 我们的科学技术是很有限的 怎能不相信古人的真实语 诚实演,为何不相信 下面这一段文 联老为我们介绍 上面所说的三贝往生是一旅 下面讲的跟上面的不是一旅 下命一念静心 十念一念 旺生之旅 太殊姓阿 太殊姓阿 这是阿弥陀佛大开方便之门 前面也是专售的 发菩提心一向尊唸 这个不是 这是临终临时的 没有收过这个法门 有缘接触到 马上相信 马上就念佛 念十句,念一句都能往生 有缘接触到 一心三贝 看到这个 我们就联想到 为何一切知佛如来 一心三贝 请赞阿弥陀佛 为光宗极尊 佛宗之王 它是有道理的 这个方法 真可以清退做佛宗之王 一心三贝 一心三贝 这句话 如遇 阿敬 正年子 律宗大德 慈奏老法师之 佛说 大圣无量寿 庄严清淨 平等各经 课本 这本书在哪裏呢 我桌上原来有一本 就是这个 下年居老居寺 汇窄无量寿经 最初的版本 全经 只有37品 现在是48品 最初的 慈奏法师 最早看到 就是这个 而且和他这个经 做了一个科本 我们今天做的 全经的科本 第一本 就是慈奏大师 我们比大师分得更详细 更容易明白 华师 乃我国 现代 华北 三大高增之一 曾在济南 及北京 冤港 本京 并作科本 于1939年 以某连任行劇 中日战争当中 在《中日战争》当中 在《中日战争》当中 是印创工 是印创工 印创工 是印创工 这个货本 流通量 不多 战争胜利之后 接着《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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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任创工 它是另一个选项 有连任人 或者《解放战争》 也行 《解放战争》 这个诸如《解放战争》 就是《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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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描替摆在面前 没有人看到 他看到了 一三三倍 在《品经》 《美后》这一段 这一段不是修正宗教 修其他法门的 甚至修其他宗教的都可以 甚至于不是修行人 没有宗教信仰的 堂堂都能够 依此得道 这个就是妙了 太成教里面 佛有补充讲明 为什么呢 我们会怀疑 完全没有宗教信仰 临终听说他怎样能够往生呢 因为怀疑 佛在《大乘经》上讲明白 凡是往生淨土的人 无论他是什么方式 他会往生 往生是真的 这个人 过去生中 无浪劫里面 曾经供养 无量诸佛如来 他今天一听 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 他就能远 他就能够一年十年往生 这句佛在《大乘经》上 说了很多次 事实身上在这个地方看到了 所以不是偶然的 岳生没有机会遇到佛法的人 很多 不能够说过去世 不是修行人 尤其念这句佛号 无量无变功德 受怎样的功德都定不过这句佛号 金刚经上说得好 是大习千世界七宝 受佛号 不及得 为众生说一句佛号 一切经 说大习千世界 没有教人 念一句佛学的功德大 没有教人 没有教人 念一句佛学的功德大 没有教人 念一句佛学的功德大 念佛 佛号 功德不可思 为何呢 阿弥陀佛 融入常直缸 这个名号就是常直缸的名号 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 映成中国的意思 是无良缸 无良缸 上直缸就是无良缸 没有限量的 无良缸 这个意思是佛在阿弥陀经上说的 不是祖师大德说的 是释迦阿弥陀佛说的 天下哪些人有福呢 念佛的人有福 念佛的人当中哪个最有福呢 有个人失落了 都看不起 你看乡村里面 不认识自己的阿公阿婆 一天到晚 拿着念诸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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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间断 痴痴呆呆 我们不能够不知道 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科大栏 第3大短 更3 日甚三倍 下面经文分两科 第一段 大圣 皇 生 殷 幸 这段里分了两个小段 第一个 静 心 缘 生 若有众生 诸 带 成 者 以 清 净 心 香 无 两 手 乃 似 十 年 圆 生 其 觉 这是 往生 祈 乐 世界 的 因 对凭 什么 往生呢 我们看看念老的注解 由章 刚才读这几句经文 全部是唐易的经文 魏唐 两易 使为同一犯本 但这一段唐易经文 系统分明 万富 疑心 软 性 偎 亦 啊 偎 亦 之分散于本品 首尾 两处 与常辈之前吻 驻有众生 闻其名号 尽心 欢喜 乃至一年 智 心 回向 原生 其 觉 值得 往生 但 伏于下背闻中药 又说了 其有志心 欲生 彼觉 假使不能作诸功德 当法无上菩提之心 日向尊念 乃至十年 念 无量受罚 原生 其 觉 若 闻 心 法 欢喜 信 要 不生 疑惑 乃至一念 怜于 彼佛 以致诚心 原生 其 觉 使人 临终 梦见 彼佛 亦 得 往生 共德 智慧 自如 众 背者 也 意思是相同 但是他将这两段分成两段 唐日的货本 这段经文是合成一段 日气苛成 这段经文是怎样来的 下面解释 唐 海东 袁晓诗 据 艺役 与 无量受经 终 要 论 运 下背之内 讲 两种人 两人之中 各有三个 作人 三者 第1 假使 不能作诸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施名 静人 发无上菩提心 是三辈静恩 我们都变国了 发无上菩提心 日向诸念阿弥陀佛 上品 中品 下品 都要发无上菩提心 他有这个正恩 第二个条件 乃至十念 诸念彼佛 施疏满业 帮助你念佛功夫圆满 念佛不多 乃至十念 这十念 有种种的说法 诸念彼佛 有秸美 有平常的十念 诸念彼佛 有平常的十念 有些经文,工作非常繁忙,没办法,没那么多时间去念佛, 你就念十念,早晨起来。 家里有佛掌,在佛掌面前,合十,合掌,念十声的阿弥陀佛。 有些人说,一口气叫一念,一口气里有多少声都不推,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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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念,这样就一句了,念十口气,用的时间就不多。 仰成习法,早晚都念佛, 没有佛掌面向西方,靠感应,世界就是在西方,面向西方。 千万不要上,地球是圆的,往西方走,走了又回来, 这样上的时候,把这个法刀破坏了,什么利益都得不到, 不想这些,教我们上西方,我们就上西方了。 太阳下山的这个方向,目的是教我们转,用心要转, 这些不能够分心,定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容易就在这里了。 这个十年法,好像是九九年,我住在西加坡, 这些地方,看到伊斯兰教就是回教,他们的五念, 我看了很欢喜,也很受感动。 我们知道全世界的宗教信徒, 以回教最团结。 这些团结在哪里来的? 就是五念,每日五次, 乡主,麦家这个方向,礼拜,清念, 时间一到,任何工作马上放下, 他就念经了,时间很短,几分钟就念完了, 必须要做的,不管是什么大事, 去养成这些习惯。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祖师说的十年法, 亦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我想到一天, 念九次,每次十星佛号,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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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掌念十星佛号,再吃饭。 三餐饭就三次,五次。 上下班,工作的时候,上班之前, 工作之前,合掌念十句,工作完毕, 念十句,再下班。 上午两次,下午两次,总共九次。 时间只要两分钟, 不会单误事,一日九次,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念念不忘,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推行在南洋,在美国,在加拿大。 正宗同学用这个方法所的效果很好, 他们打电话,写信给我。 这个方法借得提倡。 对你的工作,一尸毫都不会妨碍。 目的就是时时刻刻会上到佛, 就不会将佛忘记。 这十年专念阿弥陀佛, 帮助你的满业。 满业是到达西方极力世界, 受用的意证专业。 以报跟正报。 三者,原生彼国, 只愿前行和合。 作为恩是命。 不定性仁也。 要化缘。 为何兴祉化缘呢? 因为他练法不一定想往生。 所以往生这个缘, 心不坚定。 要化缘。 要化缘。 真正求生淨土。 我们念佛为何? 为求生淨土。 这是必定得生的。 第二种人, 他有三句。 第一句。 文、甚、心、法。 记录。 淨土是甚、心、法。 为何? 很难相信。 硬信之法。 硬信能信。 不容易。 而且欢喜信耀。 这个很不容易。 这一句。 兼显、化心、情人。 但为依前人。 跟前面的人不一样。 这个人化心、化得心。 举其心不信。 前面的人信心。 没有他那麽深。 没有他那麽坚定。 第二,乃至一念。 前面是十念。 他至一念。 念于彼佛, 至作满业。 唯显、前人。 无心、信、古。 必须十念。 只个人有心、信、古。 未必聚触十念。 有心、信、心。 一念便可。 完成了。 这个下面, 課題里面, 是王念佑的说话。 去靠我们的疑惑 他介意自解 涉案 涉率就是黄念佬 他依袁晓思之说 乃尊据毅益 若就本经 即一念得生者 传人获得一念静心也 从一心中念佛一声 顿迹与弥陀本愿相应 若临终值得和生 这句非常重要 他跟前面不一样 这个人从一心中念佛一声 这一声没有习劣 没有怀疑 真正是用清静心 平等心去念 你念的功德不可思议 跟弥陀本愿相应 所以这个一念得生 传人获得一念静心 三不能够不清静 这一念静心 这一念静心非常难得 因为 醋的妄想 我们知道了 微小的妄想 自己就没有感觉 这一念静心 你们的妄想 习励 将来我们的清静心 为何呢 习气太深了 习气难改 所以 不要说其他了 只是说见诗、杂气 这是真的 你不能够不承认 建诗、杂气 建诗、杂气 再说得较大一点的 就是自私、自利的杂气 就是自私、自利的杂气 轻轻一碰它就会现前 开始讨议 你平下到轮回的根 只要有这些东西 在这 便有轮回 你便不能够出去 怎样来锻炼呢? 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就是将修正过来 希望我们的起心奉念为人着想 不要为自己 为国家着想 为整个民族着想 不是这个世界人着想 之所以如此伟大 念念为天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着想 所以他伟大 他的心常一 我们的心常习 骑乱 我们显得心浮气粗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心浮气粗的人 真正遇到善知识 不教你 为什麽呢? 你都听不入耳 你对于这个不尊重 没有诚意 我们所以为叫做耳边风 听了之后又不记得了? 没有在意 真正善知识 真正善知识 为什麽不讲呢? 讲了就白讲了 这样我记住,你也做不到 所以就不教了 学人、学生 求一个好老师,很难 好老师,找一个好的学生 真正能够传取的学术 更加难 去哪里来找呢 所以中国股时常说 诗图就是缘分 这种缘分是找不到的 我们已经遇到了 怎样遇到的? 要用真诚心去求 会有感应 所以中国古人 在求学 全凡成劲 不论言语 论成劲 这个小派很聪明 记忆力很强 反应很快 不重视这个 重视他真诚 恭敬 老实 这是大器 这是人才 聪明才 聪明才智 不一定有大成就 只有小成就 不许多有大成就 老成忠厚 看他像木头 他会有大成就 为什么呢 他有定 他能够尋得住气 他有内心 有恒心 有危力 不轻易显露出来的 他能够陷藏 陷藏 就是他能够储存能量 聪明才智的人 他发挥 发挥 有进头的时候 就完了 那个储存 愈借愈厚 所谓厚积薄法 即得厚 达得薄 远远流畅 这是大器 古人说大器 晚成 财资暴露在外面 就未 大部分不长 在历史上可以看到 四五十岁走的很多 四五十岁走的很多 有才华 所以我们注重的一念静心 从一心中念佛一声 真是很快的 马上就跟阿弥陀佛本院相认 被临终即得往生 这句话 非常肯定 无私后的疑惑 三者 以知诚 愿生彼国 此愿 传恒 传恒 和合为恩 传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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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为恩 这正是唐逆当中所说的诸大乘者 诸大乘是菩萨 诸小乘是声闻玄觉 玄晓诗为下背中有两宗人 原料是唐朝时代韩国的法师 在中国亲近善导大师、善导的学生 向秦宗传入韩国 袁晓诗为下背中有两宗人 连络亦将他折录在这里 一者 花菩提心 十念姓好 原生彼国 而得往生 是不定姓人 第二者 文法甚深 乃至一念 原生彼国 而得往生 是菩萨总圣人 袁晓诗 实以明察 偎亦下背 往生民众 粉类不彩 从诸解里面 体会到 袁晓诗知道了 得很清楚 很明白 诗问 文甚深法 欢喜信要 不生疑惑 如是殊性智慧 应是何人境界 故袁晓诗 故袁晓诗 明知为菩萨总圣人 这是菩萨总圣 佛能生心信 起心念佛 以知诚心 原生其觉 实 不应 行于下背 年内这句话 说得好 所以 袁晓诗 这个说法 就比不上 时周法师 时周法师 将他另判 一三倍 不是将他判在 下品下生 他将他分开 后面一心三倍 这个分得好 一心三倍 品位不齐 不能够将他放在前面 前面上中下三倍 这个是专收智慧的 这个应该将他分作一类 他不是专收的 或是修禅的 或是修物的 或者是学教的 或者是学律的 甚至于学其他宗教 通通都可以 没有宗教信仰 也可以 听他的法门 他相信 他没有怀疑 他就接受 然后他一念就可以了 有些十念就可以了 这是城中 朱正当中的殊胜 特别是当中的特别 我们再看下面讲的 又报恩论 其实讲到这一段 十年往生 他讲尊子 朱大成者见之日 因为经文 若有众生 朱大成者 这句是关键的字眼 戴成如禅中得破参 及独一切戴成经典 得解悟者皆是 不是正悟者 但事严中破参 是同一切戴成经典 同一个阶段 和一个等级 其人 曾经创众认 或尊殇戴成尋 说得好 这里面 他说可惜 他以永明大师为例 这个不妥当 为何呢? 永明大师昼夜弥陀十万声 他疏忽了 这样年龙在里面住出来 住得好 蓋经云 住太成者 其心清静 民神心法 即生信解 如是智慧猛利 尚愿兼固之人 为智者 永明中风 中风禅师 三次系列 是他这篇 事业中的大德 他们都是往生靖徒 连伐往生 放能 堪能 放所堪能 最痛智者 永明中风 朱大祖师 又 只能 慰烈下辈 怎能够 将他们这些人 亦放在下半里面 这就是说明了 为何要一心三背 将他们归纳在这里面 这就是圆满了 以识于理 原庸无外 事故 夏丝汇本 夏联老居士的汇本 如三背 往生人后 转忍唐逆 寧城一段 这是夏联居老居士 他看到的 不是这样排列 才是圆满 这是特殊的一段 许表 尚原痴 三背 往生外 另有一格 即持周法师 判为 一心三背者也 指一心三背 乃别有大人作略 超越常格 而得 往生者 指之作略 即一心也 所以 历代确实实有很多的 首先学其他中派 最后 遇到静宗 到回归静土 练法 往生 化炎 这个就不论了 为何呢? 化炎说到最后 果然菩萨 濕大冤枉 道归极乐 所以历代祖师大德 将化炎 看成为静土 化炎 跟无量寿经 叫做同本 化炎是细说 无量寿经 说得更简单 阿弥陀经 说得更简单 所以将 化炎 叫做大本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叫做中本 化炎经 阿弥陀经 叫小本 化炎经 小本 无量寿经 几乎看成一步 几乎看成一步 很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例如 我过去讲过 要想讲无量寿经 将无量寿经 讲透切 讲活的 应该是怎样呢? 先学化炎 化炎经 学了之后 讲无量寿经 非常轻松愉快 特心认手 这边 这边 确确实实 全是化炎境界 所以 而 而 有益大师 连治大师 注解阿弥陀经 完全是化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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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解 很有道理 化炎讲十元门 将阿弥陀经 提升跟花炎经 平等维持 这是老人的秘心 也是老人的智慧 在他那个时代 禅峰非常兴旺 相信剩到的人很少 连治大师看得很清楚 三禅的人得禅定的不少 看不及敌都很少 劝他这一刻他不相信 第二 必须像 弥陀经 提升到跟花炎一样 他们就这样相信 他就佩服了 人同似心 心同似你 在国外也是这样 我说到美国 1982年 美国的佛教 事业、物 事业 是从日本传过去的 从韩国传过去的 阿蜜 从西藏传过去 阿蜜 从西藏传过去 教 每个人不喜欢 为什么呢 太多了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也未必能听得懂 郑忠 更困难 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相信 我到了美国 在洛权经 港经 大家知道 我修正道中 日本佛门的同学 也少看淨土 慶持静土 那时候 我在台湾 降了一步 阿彌陀经 疏召 那时候是没有录像 录音的 已经有 这盒装尺 小的录音带 一盒一盒 这个时候是最新的 科学技术 那盒是90分钟 那时候我讲经 一堂课 一个半小时 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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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盒呢 三百三十多盒 我把这一堂课 摆在我桌上 前面 就在一排 三百多盒 三百三十多盒 人家一看 人家一看 他问我 这是什么 阿彌陀经 一步 从头到尾说的 这么多吗 马上将他的心就摆受 因为弥陀经 并不过一堂课 也不过几个小时就说完 怎能够说到三百多次呢 一次一个半小时 用了四百多个小时的时间 说出来怎样说的呢? 这一套带大家看到了 不敢轻视弥陀经 我跟大家说 我这里不是细讲的 是略说 要细讲还要多加十倍 经典 自治居居 无量义 我们看细转 再看贵能大师的六组弹径 你就明显体会到 这两部都是大切大悟 明显身见性 性是怎样的呢? 你见到 讲来听下 维良大师说了二十个字 就讲完 不早听了 eboot就给他 即加密尼佛见性 亦说出来 一部大方讲法发言经 就是他的报告 明显身见性 什麽是心性呢? 详细地讲明 细转近为来讲的是一件事 一个就是略说 二十个字 讲完了 一个就是细说 细说的这个经典 在我们世间无流通 在什麽地方呢? 带龙菩萨收藏在龙宫里面 龙树菩萨见到 龙树菩萨接受带龙菩萨的带领 带他到龙宫去参观 看到了 发言经分量有多大呢? 扎歌三千大千世界微尘底 一四天下微尘品 观到我们这里 整个地球都装不下 龙树菩萨一体 本来他就好傲慢 认为释迦佛的东西没有什麽了不起 说法四十九年 他三个月就学完了 四十九年的东西全部通了 所以他有傲慢心 但是龙菩萨请他去龙宫去看看 傲慢心马上就没有了 是 释迦佛这一部经没有看到 这个是 开五在《诞定》里面说的 佛是没有出定 定中说的 二七日中 定中是没有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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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够说 几十万年 几百万年 不能够说这个 所以 从这里上面我们能够体会 成特不可思议 佛法的宗旨 修学的目标 就是教我们明心见识 如果不能够明心见识 如果不能够明心见识 才出十万人见识 才出十万人见识 才是你成就 所以 夏罗汉匹之法 称为小果 小成就 很有限 要明心见识才算数 明心见识不是小菩萨 化身菩萨 这种人他不住十发界了 如果他一入灭 十发界就不见了 他就去到实报图了 实报图叫做一真发界 明心见识见识成佛 他成佛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里面有点强烈 把他成佛的表变